郑州富士康最近是特别火 前些日子由于疫情爆发 郑州富士康很多员工发生了逃离 之后呢 富士康又祭出了高薪来招募新员工 据说很短的时间内10万个名额就打标了 但是这些新员工被招入之后 却在22号的深夜 厂区员工再次爆发了逃离潮 为什么爆发逃离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根据网上的信息 我们可以归纳为第一个是 郑州富士康对于他们给员工的待遇变卦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厂区员工的住宿条件 还有隔离条件是非常之差 根据网上的信息 我们可以大概归纳总结一下 每一个员工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每小时30块钱 每天8个小时 每天呢还可以加班2个小时 加班的时间是1.5倍的工资 周末总共加班是20个小时 周末算一天330块钱 一周五天就是1650元 周末两天是600块钱 总共加一起是2250块 一个月呢就是9000块钱 再加上之前承诺的全勤奖 也就是3000元人民币 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拿到12000块钱 再算上之前有一个3加1的隔离补贴 是400块钱一天 那么4天呢就是1600块钱 总共加到一起就可以拿到13600块钱 但是富士康所有的这些薰员工 在22号晚上的时候 全部都接收到了富士康给员工的一个短信 这条短信就是一个新的合同 合同的内容跟他们之前 招进富士康之前的合同完全不一样 在原本的合同上 只要再值满30天 就可以拿到一个3000元的文港 今天再值满60天就可以再奖励6000元 昨天晚上他们拿到了富士康单方面更改的合同 说是呢得多干60多天才能拿到第一期的3000块钱全勤奖 并且改成了在3月15号的时候必须再值 不然你就拿不到这笔钱 第二期的3000块钱呢得干到明年的5月份 但小时工的工期只到2月15号 工期到了你也只能续签 而且工价很可能是20多块钱一小时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富士康这些新员工在被招入之前 被承诺他们将住宿在新的厂区和老员工分开住 可问题是新员工进入到厂区之后发现是新老员工混住 可以说之前的这些老员工他们是受到了歧视 因为新员工担心这些老员工当中很多人还是有阳性患者 尤其是有新员工发现这些老员工当中 甚至有些人已经七八天没有做核酸 所以把新员工和老员工放在一起混住 引发了员工的不满 再加上他们发现自己在工资上被骗了 所以在22号的凌晨深夜就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爆发 从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年轻人士全部聚集起来 跟警察跟大白一起对着干 甚至说警察还释放了催泪瓦斯 而这些员工们可能是拿起了手头能够拿到的砖头 钢管 所有任何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 甚至有一些员工还拿起了原厂 厂区内的灭火器来对抗大白跟警察 经过一夜的抗争也真是奇怪了 可能共产党真的是怕了这十万个年轻人在一起聚集 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 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现过 从来没有看到过人民的抗争 有胜利的可能性 结果郑州富士康的这十万员工 十万小青年去闹一闹 斗一斗 竟然把这些穿着全套武装的大白给追得满街跑 到最后 郑州富士康的员工取得了胜利 今天早上据说有一些人 已经可以去领五千块钱的遣散费了 早上拍火 谢谢大家